菩萨教大丈夫 希望大家至少让世间人觉得 你超越了男女 超越了有读书没读书 超越了有钱没钱 超越了年轻跟老 超越了健康或生病 因为你的心如虚空 所以才实践了普贤恨愿 要一直让自己练习 但是记住不要卡在法里面 比如说各位听了很多法 在做禅修也好法 就是一直在卡在这里面 我忘了当我在修佛法的时候 是众生合为一体 在一起聆听一起实践 不是为我自己的懂或不懂 不懂的部分不要太痛苦 反正先跳过去 懂得先做已经不错了 但是要让自己 就像经典的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然后这个里面 何为一体 这叫打破 打破这个虚空 来自六道的限制 叫入法界性 当然使法界各有不一样的相 但是你已经入法界的本体 法界体性制 清净法神 披露这那佛 当然这个境界 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观修 每一个佛 它的境界是什么 然后呢 透过这个境界去融入 佛原来当下就在 这叫真实存在 常驻真实存在 佛不在西方 不在东方 因为一切唯心所显 佛在你心中 透过你的心显现 佛在外界 也必须说 各位今天来到万里 你可以把万里 变成一个佛的世界 这边的人事物 都得到佛的加持 你去过的地方 你去过的地方 你接触到的人事物 你都透过这个去转化 就像你身上擦的香水一样 对方一定闻得到 现在年轻人穿得很时髦 他就希望你看到 他身上会仿光 有这个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那一天 我到一个地方 看到有一顶头发 是五个颜色 我就跟那个学弟说 学弟买下来 戴在你头上 哇 五方佛的头发 他说这样不是很奇怪 不会 每个人都会看你 这个叫菩萨 你才解释给他听 为什么叫 蓝色蓝光 黄色蓝光 他说好了 等一下我们去唱给老人听 因为我们才带 我说你唱给老人听 你就敢带 街上你都不敢带 所以因为老人嘛 我们就要扮演成很卡通 让他快乐嘛 他平常都不笑了 但是所谓的菩萨 他就超越了 在任何时间 他就扮演技工无所谓了 只要 所以各位我想这一点 我们华人比较不好意思 佛法藏在心中 放在佛堂里面 不愿意显现出来 就像有时候 我跟他们说 来 请你讲话 我帮你录影 录影我就不讲 因为录影讲不下去 因为你还有卡到这个 所以在这边 当然各位要 一直了解自己 然后从这里面 一直去 为了利益众生 自求菩提 我有哪一些 我知 法知 各种的障碍 习性 你要改变 改变最好的方法 善知识 它就是针对你的 你喜欢A 它叫你B 因为就像某人说 师父我只喜欢读华言经 我说这种话你不能讲 你这样一讲 你就 你等于轻慢佛法 所有佛陀的教法 你都要喜欢 都很重要 其他只是我们 现在没有因缘 能够这么深入 我们有惭愧心 千万不要落入 这个个人喜欢 好像麻醉 用佛法麻醉自己 这个是你喜欢 又不是众生需要 重点在这边 所以 当然为了利益众生 像我们这个慈悲 自言 应该是比较 比较国际化 比较多元化 而且不是光度人 没人也无所谓 六道众生 那么多 但我发觉 还有一个问题 很少人天天跟天神在讲话 修罗道在讲话 各位这个要念心 不要 不要只修悲而忘了 慈或喜 因为这个天神有福报 你要替他高兴 这要慈 让他快乐随喜 然后呢 再进一步让他 离苦 所以你要随喜天神的福报 也不断地跟他们在 说法 那个说法是 事实上太简单了 你是个哑巴 但是天人要看的是你的心 又不是你的口才 鬼道要接触的是你的心 又不是你的口才 所以有些人冤心在主 为什么一直超度不了啊 虽然他外表做了很多善事福报 但是他那一颗心 不能够让冤心在主福气 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事情 所以他会一定要让你病 让你苦 因为你的心态 连在主都不服你 所以因为人性上的 有一些霸道 有一些强势 有一些傲慢 因为做事情的习气 还表现在 习气表现在做事情上 在佛教的 这些众生不会原谅 他就打着你 越精进 他越让你苦 就像我认识一个出家人 病得很厉害 腿一断 那我也想 我也知道 因为他的个性 我知道 虽然很认真 在从事某一件事情 但是另外一方面 却脾气也很不好 很强势 所以他这样就会造成一种 可怕的断裂 痛苦 所以身心不协调 照见五蕴皆空 在哪一点都要弄得很清楚 所以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 我是比较利的那种人 所以当然做我的出家弟子 就比较累一点 干脆不要跟我接近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认为 这个就是修行 我们能做的是 帮助各位找到你的问题 突破这些 你不能保留一个缺点 然后去做善事 那这个是一个福报 不是一个功德 不是一个波罗蜜 波罗蜜必须符合 万法皆空的平等空性 无有分别的大悲心 广修善根 回向众生 而不是某一种善根 那这回向佛陀的智慧 要追求这个无上种智 那当然我这样讲 如果我身上有优点 各位一定要学 这个是供养师父 供养三宝最好的方法 任何人身上的优点 我们都要学 所以你父亲的 你母亲的 你兄弟姐妹的 你信徒身上的优点 你都要学习 不然的话 你就没有进步的能力 当然学校的教授 反正我是教这一科的 反正我这科讲好 其他有我无关 那就很可怜 很可怜 我这叫阿罕的 我这叫禅宗的 我这叫般若的 所以那时候 郑华长老也跟我说 他看到这些 他看到这些 他觉得比较难过 学生也会追求这些 我喜欢追求 他就跑去南船国家 我喜欢追求 他就跑去藏船了修行了 我喜欢这个 他就跑到 哪一中派就修行了 最后整个社会就埋没了 我说看不到 看不到 毕业的同学在哪里 因为各有所的 爱好 所以菩萨没有嗜好 菩萨没有兴趣 因为他是为众生而活 所以这个世界需要什么 你要去 就叫思为众生苦 升起大悲心 为他们而学 可以了 就像同样 我坐在这边 老实说 各位每个都要有这样子的 你要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你要给予什么 不是你想要讲什么 你想要表达什么 一切都是善巧方便 给你花 给你糖果 给你水 都是要引导你走到那个方向 对你有帮助的方向 当然最大的可惜就是说 我们不能把这个 听闻的法 真的用在自己的身心上去 突破自己 突破障碍 突破自己 就突破我之法之 不然你看不到那个点 看不到佛性 简单的来说 就像我现在在这边做示范 因为都是大家都自己人 我坐在这边 我很少有自己的思想 因为佛菩萨在加持你 这样可以 你要把自己全然的放下 进入佛菩萨 进入法界 然后让他自然流露 这是独虚长老要求我 叫自信流露 你不要一文解译 大家都很无聊 因为这个课本 大家都会看 解释本更多 但是佛菩萨会针对 我们现在的需要 所以各位你要觉得 我们在这边 法师只是代表佛 为什么要把法师上师 当作佛 并不是法师上师是佛 如果法师上师 那个时候安住在一个三昧的 专心的阶段 那佛菩萨会帮助他 法师上师自己都得到 首先的利益 因为这个法流入我的心 我才能够流入给别人 这个叫老实念佛 一心念佛 一切交给佛 往生极乐世界 不是我们帮他往生 是我们得到佛力的加持 所以我们自己也对 阿弥陀佛申请了信愿 而让对方往生 真高兴 自立又踏立 这里面没有傲慢 没有分别 包括你读经典一样 卢旭昌老常跟我说 你不懂这个经典 你就好好的去观修这个经典 然后劝进行者 特别你在劝进行者的时候 你那当下开悟 为什么 佛菩萨怕你讲错话 你要讲A是错了 佛菩萨就给你转为B 但是动机很重 但是如果你去讲金刚经 或者讲六祖弹经 你只是想要凸显你自己 或是有所求 为了经济 为了学术高低 那当然你 你讲的都是我执法执 那就没意义吧 所以在利他的过程 你得到自立 你全然是为对方 希望对方能够体悟到 金刚经的意义 地藏经的意义 那个时候地藏王菩萨 全然加持你的身口意 那你跟地藏王菩萨 合为一体 这个就是三美 这个叫仪轨 仪轨 不管是密称的仪轨 汉传的诵经 都是一样意思的 每个人诵地藏经 要诵到变成地藏王菩萨 那地藏王菩萨 就在广利于所有众生 你诵普门品法华经 那你就融入于这种 佛菩萨的三强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救命的鱼群 在海洋里 总有许多鱼 集结成庞大鱼群 集体来行动 这样做 既能节省个别体力 也能抵御大型鱼类的进攻 海洋中潜水服迈克 手拿水底摄影机 拍摄着海洋里的景色 这时候 一大群的鱼群 从它前方不远处游过 真是太壮观了 在水下 真的能看到 这么多的鱼群吗 当然了 这些鱼群